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那同学可能会注意到啊 美国这个总统当选人川普在竞选期间也曾经提到过什么 哎呀我这个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什么 如果大家不什么不愿意增加会费的话呢 那我怎么样啊我也不管了我也不管你们欧洲安全了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你们都是什么 你们欧洲国家都是占我们的便宜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讲的是占什么美国的便宜啊 好我们先来看啊 同学注意看他这个成立的时间点是1949年啊 那当然总部我们之前说过也放在布鲁塞尔会员国呢和欧盟是一样是28个 但是呢里面什么会员国不全然一样啊 这包括土耳其啊还有这个加拿大 美国不是全部都是欧洲国家啊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好那这个秘书长呢现在这个秘书长呢是这一位 好 他这是这几年呃2014年才什么新任的啊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会员国 这老师讲的有加拿大有美国啊 同学注意看啊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1949年其实同学注意看成立的目的的确和欧盟有一点类似的就是什么啊 欧盟是经济上大家要赶快站起来防止俄罗斯的影响力进到欧洲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的目的呢就是用军事手段什么啊对付俄罗斯啊 因为我们知道20世纪大战结束以后那个时候还叫苏维埃共和国啊 所以注意看当时苏维埃共和国的影响力基本上是持续往外扩张的啊 所以他呢他的影响力进到东欧之后还有可能继续寄到西欧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之前是不是有提到过美国有提供所谓的马歇尔计划从事欧洲经济重建 那老师是不是也提到过经济重建或者是合作没有安全作为什么支撑的话 那这个什么合作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进行的哦 所以这个安全就是由北约什么来承担啊 那他的会员国同意注意看哦 1955年1952年就让希腊和土耳其加入 那同意有没有注意到啊 欧盟是将近1980年代才让希腊加入对不对 那土耳其到现在都还在排队 甚至最近都因为这个难民移民安置的问题都快闹翻了嘛 对不对 所以土耳其什么时候能加进欧盟不知道 但是那个时候就让他加进北约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点就是什么 因为你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知道土耳其控制博士普鲁斯还有达达尼尔海峡 对不对 苏联的当时苏维埃的势力如果什么 他和土耳其是友善的话呢 同意看到没有 他就可以经由什么黑海 然后经博士普鲁斯达达尼尔海峡进到什么欧洲 那同学把门稍微开一点 不要不要全关上 那这样子什么 苏联的势力就不至于进到西欧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就是今天美国非常担心的什么 你土耳其跟北约和欧盟国家闹翻了以后 反倒什么 好像跟俄罗斯 同学应该也有注意到吧 这几天是不是一个俄罗斯的大使在土耳其什么 俄罗斯驻土耳其的大使是被 人家就当面跑进去 就当面就把你等头处决了嘛 对不对 大摇大摆的在一个会议里面就进来什么 把你处决了 那当然原因现在双方在调查 但是同学要注意哦 不要只把这个人视作恐怖分子 为什么就跟这个有关 因为什么北约成立的目的就是让什么 俄罗斯的势力不要进到欧洲来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土耳其和俄罗斯关系改善的话 然后什么 那你也不帮我们坚守波斯普鲁斯 达达尼亚海峡的话 那俄罗斯的影响力可能经由这个什么 进到地中海啊 老师以前不是有提到过 地中海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是我的内海啊 虽然他嘴巴上不能这么讲 但是我就认为这就是我的势力范围 别人不准进来 懂老师的意思吧 所以就说这个俄国大使 俄国驻土耳其的大使被杀 大家不要简单的就马上认定 是被恐怖分子杀了 有没有可能被他们杀了呢 现在还不晓得 但是从结果论来看呢 是不是杀他希望两国对立嘛 或者是两国不高兴嘛 现在大家 关系好像陆陆续续改善啊 我就给你制造一个事件 让你改善不了嘛 那到底是谁 现在还没有查出来 所以老师也不敢在这边乱讲 所以但是老师建议大家注意 从结果来看 对谁有利的方向 倒过来分析的话 恐怕还可以是一个 精准的观察方向 老师现在只敢这么讲 观察方向 好 那我们注意看啊 俄罗斯跟北约呢 一开始当然就是对立的对象嘛 所以同样看到没有 1955年西德 当时的西德是战败国 二次世界的战败国 1955年就让他加进来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同样注意看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国际之间有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 源头并不必然在发生的地方 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那俄罗斯 苏土耳其大使被杀 大家不要盯着这两国再看 可能原因在别的地方 那同样的德国 你一个20世纪大战败国 你1955年 大家又让你重新什么武装起来 可以什么 做大家的盟友去对抗 当时的苏联啦 今天的俄罗斯嘛 其实同样注意看 一个源头就是什么 在我们亚洲的什么 韩战的爆发嘛 因为我们知道 俄罗斯什么 他所领导的共党国际呢 其实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实力 是不输给所谓的 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哦 所以他的势力要继续往外扩张啊 扩到什么 朝鲜半岛的时候呢 他的势力他乘胜余威什么 想要掌控全部朝鲜半岛嘛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那后来什么 美国甚至包括我们台湾 不也一进加进去什么 所谓的参加韩战嘛 对不对 好所以到最后什么 大家什么 各退一步 因为再不退的话 那个时候就要什么 就要丢原子弹啦 既丢日本之后 就有人主张要丢原子弹啦 所以好吧 大家各退一步 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 韩国还有朝鲜 朝鲜半岛就被 两大集团什么 分割了嘛 对不对 因为你不分割 可以啊 原子弹再来一颗 或两颗 那可能什么 1940年代 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 那1950年代 再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嘛 这谁都承受不了啦 因为当时还在战后 重建为主嘛 对不对 那你又来 那谁受得了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大家各退一步 造成了今天什么 朝鲜半岛的分裂 那当然对德国来讲 他可以快速的什么 拥有军队嘛 看到没有 那但是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时候 大家还不让日本什么 马上有军队吧 对不对 因为那当然 那时候让日本有军队 没有太大意涵 让德国加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让西德在武装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什么 俄罗斯在前面冲 要打这个亚洲 朝鲜半岛 那你需要一个什么 在后面扯他的力道嘛 对不对 因为德国毕竟还是实力最强啊 对不对 要强者出手才什么 那当然因为你强 而且一方面你又是战败国 所以由你负责帮炮灰也行 你也最恰当 对不对 所以法国总统当时就有讲嘛 我们让德国在武装 或让德国加进北约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什么 如果苏联 当时叫苏联嘛 今天叫俄罗斯 如果在大军长 长驱直入来到我们西欧的话呢 那我们法国等到德国 所有的人都被杀光了以后 我们法国再出场 什么都还来得及 那个意思是什么 谁让你是战败国 你就是要给我们当炮灰的 所以什么 炮灰 1955年就 因为你要承担炮灰的责任嘛 对不对 所以什么 让你加入 那西班牙 同学看到没有 1982年 那1999年呢 同学注意看 冷战结束以后 也就是民主国家和共党国家 对立结束以后呢 那东欧这些国家呢 陆陆续续都加进来了 那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东欧这些国家加进来呢 但是却不让什么 前苏联今天的俄罗斯加进来 那当然 我们当初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对付你啊 所以今天即便什么 你瓦解了 我并不要跟你当朋友哦 同学看到没有 我北约是要把你俄罗斯什么 踩在脚底下 让你翻不了身 为什么这么讲 同学注意看哦 这历史上我们说 第二的彼得大帝 他从事改革开放之后呢 这个国家的领土就是什么 无限大的什么 往亚洲 亚洲 甚至北美 他本来也可以跨过去 因为美国的阿拉斯加州 阿拉斯加州不就是原来跟苏联 第二时期买的吗 对不对 所以他的势力横跨欧亚美啊 对不对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往后的俄罗斯人来讲呢 我们这个光荣的什么 俄罗斯的大帝国呢 是什么 彰显了我们的实力 我们的荣耀 所以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 俄罗斯的所有的国家领导人 都承担了这个什么 使命 就说我们还是要建构什么 伟大的俄罗斯帝国啊 听清楚哦 是帝国哦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从他的角度来讲 他也要一直想要建 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 对不对 那好 那美国在二十四季大战结束以后 大家也认为 他自己也认知 也只有他能当什么 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呀 所以这两个什么 一直是在对立的嘛 对不对 所以即便东欧这些国家 你看普丁本人认为他自己是一个 绝对是一个大国 还不是一般的大国的什么 国家领导人啊 所以你看现在变成好像全世界 他在指点江山一样啊 连美国总统该谁上 什么大家都说是他在决定的 那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那现在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美国的新的总统当选人川普 那搞了半天 你是要跟他改善关系 还是怎么样啊 你个人对他有好感 或者是我们也假设 因为当然川普不承认嘛 对不对啊 那我们如果假设川普真的或多或少 帮一点小忙啦 我们也不能说他指导他当选的 就是他帮你点忙呢 个人川普个人当选了以后 跟他关系很好 进而改善美俄关系 这是有可能的 那接下来的结果就是 那你北约存在的功能变什么 对不对 那但是同学也注意看哦 美国其实什么 在90年代呢 他虽然没有让这个俄罗斯加进北约 但是那个时期到甚至到今天的欧巴马 都时时想也想办法 和俄罗斯建构一个新的关系嘛 我们毕竟 我虽然不喜欢你 你也不喜欢我 但是我们就毕竟不再是敌人了嘛 虽然还不到达朋友的地步 但是就不是敌人了嘛 那所以我们要建构这种新的关系啊 对不对 那但是在建构的过程中呢 同学注意看 充满了挫折 甚至就连什么 东欧哪一个国家 同学看到没有 哪一个国家可以加进来呢 都可以闹翻 特别是什么 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 立陶宛 这所谓的波罗的海斯小国 同学看到没有 三小国 它就是贴在俄罗斯的旁边呢 那对于俄罗斯来讲什么 你北约的兵力都部署到我家门口 我怎么可以接受啊 对不对 就像什么 别人几个飞弹装在我们中韩大学 门口 对我们来讲有没有压力啊 那一定会有的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也就是因为你 你这个北约不断的东扩 使得什么 普丁上台以后 因为以前的戈巴切夫 或者是叶尔卿 当政的时候 也 也是不舒服啊 但是问题 你就没有这个实力对抗北约啊 对不对 那这个实力除了第一 当时苏联瓦解 同学注意看 一个 不管哪里了 国家金融秩序 或者是社会秩序崩解 甚至什么 更重要的一点 军心 军队的士气的瓦解 先不要说瓦解 军队士气的松散 你这个国家 想要出去打仗 也不必打啦 内部自己打就差不多了嘛 就不需要敌人啦 自己就把自己打死啦 对不对 所以俄罗斯那个时候呢 列宁 不不 戈巴切夫 叶尔卿 对于和美国的关系 他们也认为 美国并没有把他们什么 或者是北约 没有把他们视为什么 平等的伙伴关系 你实质上是要什么 把我们踩在脚底下 当然有机会消灭我们 你们当然也是出手的 对不对 那但是呢 他们没有能力 没有像普丁今天这样子 敢反击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内部第一 军方士气的什么 因为你国家都瓦解啦 对不对 那军队也是什么 四身五裂嘛 甚至同学看到没有 戈巴切夫下台 其实就是政变下台的嘛 就是被推翻下台的啊 对不对 坦克军方的什么 坦克什么都上街头啦 对不对 所以他什么 他实质上是被政变下台 所以意味着你内部的问题 更严重 所以你只好忍气吞声什么 让北约的势力扩大到你门口 你只有忍啦 要不然你内部也瓦解 外部也什么 开战的话 你一定什么 你这个国家一定完蛋了嘛 对不对 所以只好忍啊 对不对 那普丁上台不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什么 他的民意支持度 高得惊人啊 那他为什么那么高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普丁啊 他的前身 他没有当什么 总统之前 他是什么 中情局 不中情局啊 俄罗斯的情报单位叫什么 KGB嘛 对不对 简称啦 KGB 那那个等级绝对不输美国的中情局啊 对不对 所以也为什么有些美国人合理的怀疑 就是说 在选举期间 民主党的什么 邮件啊 被骇客攻击啊 被骇客截取到了嘛 才发觉说 哦你们胡搞瞎搞嘛 因为这样子 只要一揭发什么 绝对对川普有利啊 对不对 那俄罗斯的KGB呢 当然是绝对有这个实力的 当骇客 那就是太小的小事啦 对不对 那普丁就是KGB头头出身嘛 看到没有 所以他对内很快的 当然西方国家谴责他用的手段很残忍 但是老百姓很支持他呀 为什么 就是国家瓦解的过程中 以前共产党 同学注意看 共产国家所有的资产都是全国的嘛 对不对 因为国有制嘛 对不是私有制嘛 对不对 所以国家全部的东西都是全老百姓的嘛 对不对 那在转型的过程中呢 转成私有制的时候呢 被很多以前的高干 变成自己家的啦 举例来讲 炼油厂 老师讲炼油厂 同学不要把它的规模 俄罗斯的炼油厂的规模 不要把它想成我们高雄炼油厂的规模 高雄炼油厂的规模 当它的储藏室 大概都鲜小 因为我们知道 它的石油产量非常多 所以你一个炼油厂 你都有办法把它变成是你家的 同学想想看 那是国家的变成你家的 那是不是这个国家真的出问题啦 对不对 因为即便是贪污 常态的贪污也贪不了那么大 一定是国家处于一个动荡 瓦解的一个状况嘛 对不对 你才有本事 这么大的炼油厂变成你的啦 那普丁事后在民怨沸腾之下 他把它在KGB所学到的那些什么 对付人的手段 就对付这些把国家资产拿走的人 老百姓高兴的都不得了啊 狠就狠一点吧 你们是些什么 你们先不仁 我就不义啦 对不对 所以他的民意支持度很高的情况之下 他对北约 当然就不客气 他就不手软啦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 后来什么 你们这些 你们陆陆续续的什么 同学看到没有 都是在我家门口啊 你把它纳禁到什么 你这个北约里面 我一开始忍气吞声是因为你北约跟我的关系也有改善 虽然不是朋友 但已经不是敌人了 那但是没想到你美国为首的北约你不知好歹 怎么叫不知好歹呢 就是说你把这个我家邻居都纳进到你这个集团里面 但是你不让我家进去的同时呢 你又在这个地方要开始部署飞弹来对准我 那我当然不能接受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哦 欧洲这个地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署飞弹对准俄罗斯 那我们亚洲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美国经由韩国部署萨德飞弹对准大陆对准俄罗斯 所以是左右夹击 看到了没有 所以绝对不是什么 这个好像没有规划 神来之笔没有的 是非常有计划的什么 对付什么俄罗斯 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在普丁的什么领导之下什么 从谷底翻转上来 因为好不容易什么 对于北约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来讲好不容易在冷战结束之后是吧 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给肢解了嘛 对不对好不容易把他肢解了我这个一号大敌人被我肢解了所以什么美国非常高兴啊想说我终于是吧跟他缠斗了几十年终于把他打败了嘛 对不对没想到普丁什么又翻转上来了 带着俄罗斯从谷底这样的什么翻转上来 所以同学注意到绝对不能小看这个俄罗斯啊 那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让这么多国家加进来呢那当然什么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正面的意涵啊正面的意涵就说大家如果都在这个这个团体里面的话呢 那基本上什么大概不至于要变成敌人嘛 对不对啊因为我们说欧洲从1648年这个建构了什么主权国家为为什么基本的欧洲这个社会秩序的单位之后呢 战争是没完没了啊到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惨烈到快把欧洲都毁了嘛 对不对那大家记取教训啊所以才做的这个新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啊 好但是同学注意看啊我们说他一开始是个军事同盟是对准着俄罗斯的对不对啊 那但是呢毕竟什么那时候是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啊对不对 所以当时成立的时候呢大家有规范好就是我们这个组织啊是所谓的什么 防御性的啊建构集体安全防御性的那这所谓的防御性的是怎样呢 也就是说我们不主动出手去打别国对不对那但是别国来什么啊 打我们的话不管打谁不管哪打哪一个会员国就等同打全部看到没有所以大家 大家都要对付他们啊所以同学注意看老师刚讲的同学没有注意到那你在欧洲这个地方 啊 不管谁 打了这个拉脱维亚刚才即便是那个小国那所有二十八国也什么反制你啊 对不对啊所以呢他是属于一个防御性的一个 情况但是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当这个恐怖分子什么 不是在土耳其这个地方出纠纷了吗对不对那甚至同学有没有注意到那土耳其不是协助北约对抗恐怖分子吗 同学应该有印象吧那对抗恐怖分子的过程中跟俄罗斯不是打起来了吗 对不对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北约不动 我北约干嘛所以同学看到没有意味着今天北约的内部是不是也有一点分裂啊 或者是说他们对于土耳其你这个异教徒我们干嘛为你牺牲 同学注意啊千万千万注意啊我们在台湾这一点真的算是非常什么好的一点就是什么 我们不为宗教所什么 或者是我们广义的来讲啊我们东亚没有因为宗教发生过战争嘛对不对 老师上课不是也提到过欧洲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甚至东正教甚至伊斯兰文明影响区同学注意看老师一直提醒大家哦 就是什么啊他们的治理国家内部的治理是两套一套是我们跟我们一样的政府这一套 有些叫做世俗世俗的那另一套呢就是宗教 两套治理体系哦 而且这两套从历史上打到今天也发动过宗教战争啊对不对啊没有打出一个全然的什么 胜负对不对 只是妥协各退一步但是影响力还在的情况之下同学注意哦 这就是什么啊今天我们一直讲的什么宗教因素在欧洲甚至在西方的政坛上的影响力 是非常惊人的啊怎么样你们俩你们那边有什么事啊在分析 俄罗斯什么事情吗还怎么样没有啊那就好好的听 也就是什么这两套体系呢同学注意看啊彼此之间既然什么也有在竞争的时候呢 那每一次做决策的时候的确都有影响力 这北约的会员国里面呢同学注意看还是以基督文明为主嘛 他觉得说那你那你俄罗斯打土耳其 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这个规定的话你就要启动啊 对不对你们是集体防御的啊打一个会员等同打全部嘛 对不对那但是北约不动 我干嘛为你土耳其牺牲啊对不对那当然他压着什么 土耳其赶快解决啊那反恐呢也是大家需要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同学同学注意到啊就说哎 这个你这个集体防御好像有的时候也有例外嘛啊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什么相当多的因素嘛对不对啊 好那他们内部啊一样做任何决策的时候呢都是要28个国家同意才出手 那当然这要更严谨啊要不然什么啊在这个军事上面稍一步步那个严谨的话那战争的确有可能爆发嘛对不对啊 那好那同学注意看啊千万不要以为一个组织里面都大家什么互相团结啊并不必然如此啊 所以要看情况 好这个就是老师刚讲的集体防御啊 好那集体防御呢也是要建构在这些什么基础之上啊 然后呢目的只有一个确保什么和平秩序还有什么欧洲的完整自由统一 同学注意看这是当时成立的目的 那当时成立的目的是刚才讲的集体防御啊那当然和欧洲当时面对的风险和威胁是有关啊 因为我们知道一开始他是面对着老师刚讲的苏联的威胁嘛 那但是随着两边握手言和了之后呢 同学看到没有威胁的类型改变了 什么叫威胁的类型改变呢 就是种族宗教对立还有领土争端 这个同学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我没有立即跟你什么进行大规模的冲突啊 所以变成说北约这个组织什么 变成你你摆在那个地方好像吓人都吓不了的那种感觉啊 对不对啊所以同学注意到 种族宗教的对立啊还有领土的争端 政策不当或失误同学注意看啊 种族宗教领土同学注意看啊 这个问题呢始终始终什么困扰着欧洲啊 同学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啊 1648年欧洲在德国西法里亚这个地方建构什么啊 好我们欧洲国家宗教和世俗的政府呢 大家打来打去之前的宗教战争 我们也没有全然的把教皇给打垮嘛 对不对所以大家各退一步 那各退一步以后呢大家都成立什么啊 对内对外享有单一主权只有一个 德国只能一个法国也只能一个 那教皇罗马天主教呢那大家也退而求其次 也承认他是一个国家 这就是什么啊同学们今天到欧洲 你去旅游也好学术交流也好 可能都会想去参观的什么啊 梵蒂冈 好我们看圣彼得大教堂 那是罗马天主教的什么啊精神所在 看到没有啊 所以同学切记哦 你们不要看这个罗马天主教皇到处去跑 你们以为他只是宗教界人士 不是的 他在国际法上 他也是一个国家元首哦 就是因为当时的妥协嘛 对不对 梵蒂冈在国际法上是一个国家哦 同学要注意到哦 他不只是一个宗教团体 那欧洲在成立了这个 以国家为主的欧洲什么啊 社会秩序以后呢 同学注意看出现的问题 种族 好局来讲我们成立国家 我们德国成立德国的话 那德国的老百姓是不是只有什么啊 德意志人 热尔曼人才可以是德国人啊 法兰西人组成法国 央格鲁撒克逊人是英国人 对不对 是不是一个国家里面只能有一个种族呢 对不对啊 那固然是很理想 当时也是有这个 但是呢 我们知道欧洲历史上什么啊 除了从亚洲什么啊 迁移过来的穆斯林 啊 之外呢 欧洲历史上 因为也没有什么领土疆界的概念啊 大家都是随着随着什么啊 这个人口历史上的移动 很自然的移动 或者是婚姻 或者是战争 种种因素的移动 使得什么 局来讲 你德意志人 德国人并不必然的是住在德国啊 对不对 你可能跑到俄罗斯去了 对不对 那法国人你可能随着什么啊 拿破仑什么啊 拿破仑的东征 你说不定跑到罗马尼亚去了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欧洲历史上 种族 也就是等于说 你成立主权国家以后 每一个国家上面要有人名 要有领土嘛 对不对 你你这一堆人住在这个这一块地上 然后什么 要有政府来运作这个主权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说 从那个时候开始 国际公认一个国家的三要素 人民领土主权嘛 不可分割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个人民没办法规规矩矩的 刚巧就是你画的这块领土里面 它就生长在这里啊 那按照血缘它可能跑在别国啊 你让不让它回来 这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 举例来讲 以德国人为主的这个德国呢 那你画这个疆界的时候 那里面说不定也有法兰西人啊 对不对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德国跟法国在历史上 曾经是一个国家嘛 对不对 那你今天把它拆成两个国家 那有些德国人就是法国人 有些法国人就是德国人啊 对不对 那甚至我们说欧洲的火药库 那个火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什么 自己国家内部什么 中欧南欧局来讲 前南斯拉夫里面就是什么 少数民族一大堆 对不对 少数民族一大堆本身不是问题 问题是什么 第一当然你这个政府有没有比较公平的对待 这些少数民族之外 更重要的一点 这些少数民族在 他的母国就在你周边 是你的邻居 而且更怕的是什么 这些邻居比你还强 所以造成你国内的这些少数民族 有可能会变成强势的少数民族啊 对不对 别的不说同学注意看 今天的乌克兰内部最强势的少数民族 就是俄罗斯人啊 对不对 那他们什么 点头让俄罗斯的势力进来把克里米亚什么 拿走啊 看到没有 所以欧洲历史上从古到今 始终是什么 种族搭配的宗教还有搭配的领土 这三件事分不开的什么 争端 那老师也建议大家哦 欧洲的问题随着什么 他们在全世界的殖民 他们什么 也用这一套来复制到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 给这个地方制造同样的是什么 种族 宗教 领土问题 我们亚洲先不说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非洲 你们把非洲的地图打开看看 非洲这些国家的疆界都整整齐齐的 要么方的要么长的 对不对 人类历史的什么发展 随着大自然的天灾人祸的迁移 怎么可能刚好是方的长的 是人为加上去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非洲很多内战的问题就是啊 我本来我这一族人是在这个地方 就被你们欧洲这些殖民国家 给我们划分了领土以后 我的一半的族人变成隔壁国家的老百姓了 那我这边也有一半的人是别别族的被划过来了 对不对 就面临到种族和领土的分布的情况呢 没办法一致啊 但是你这个主权却只有单一 所以下面不一致上面是只有一个 是不可切割的嘛 所以问题才什么啊 来了 所以别人说欧洲人把他们的问题行销到全世界啊 看到没有啊 那好 所以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那先不讲外面的 就先讲欧美好了 所以造成什么 同学看到没有 他们自己动荡不安 老师刚讲的前男斯拉夫的瓦解 同学注意看啊 你说你国家分裂就分裂吧 大家各自独立去嘛 对不对啊 但是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当民主国家和共党国家对立这么久握手言和了以后 我们却发觉什么 在 东欧这里面很多国家却有什么 种族大屠杀 90年代啊 这不是古老以前大家都还是食人族的时候啊 1990年代欧洲什么啊 前男斯拉夫瓦解以后什么啊 大家发觉什么 有些村落的男性怎么都不见了 一系之间什么啊 因为你是穆斯林 看到没有 我就什么 要把你灭绝嘛 因为你的什么 看到没有 对我们来讲无法想象啊 那我灭绝你的一个重要原因跟他看到没有 这两个事是摆在一起的 那甚至这三件事是摆在一起的 那欧洲到今天 我们觉得很奇怪啊 你们欧洲不是什么 世界什么 工业革命以来 不管是什么 科技各方面不都是你们最强吗 那结果你们三人也顶强的 对不对 你们三人也是全世界最强的 对不对 那他们的原因什么 可以看到没有 就是这些 那另外很重要一点就是什么 同学注意看 苏联瓦解 老师刚刚是不是讲 那个国家的军队一定什么 士气 不敢说百分之百瓦解 但是一定松散了嘛 对不对 松散了以后 老师以前是不是提到过 常态之下 有人的地方就是好人坏人定存嘛 好事坏事定存啊 对不对 苏联 同学注意看 到今天为什么 他国家瓦解了以后 甚至经济也走下坡 普丁把他翻转上来 那还是有困难的情况之下 大家为什么不敢小看俄罗斯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什么 在军事方面 特别是核生化武器 他绝对还是什么 一流中的一流 那你既然是一流中的一流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啊 老师上课是不是有提到过 当德国在二战败了时候 对不对 老师是不是说 美军还有当时的苏联的红军 长驱直入德国 进了柏林 然后进到整个德国之后 一开始不是抢钱啊 老师那时候是不是有在讲 一开始他们都是把德国的核能物理学家先抢走嘛 对不对 那同样的 苏联瓦解的时候 他的核生化武器那么强的情况之下呢 全世界相关的国家一样 我当然不能冲进来抢啊 我高薪聘请你嘛 对不对 你们这些一流的专家 我高薪把你聘走嘛 对不对 那他也一定会接受 不是说他不爱国了 因为已经无国可爱嘛 对不对 因为整个瓦解了嘛 无国可爱的情况之下 甚至什么 同样注意看了没有 当时苏联的卢布是崩盘式的什么 往下跌啊 对不对 甚至当时什么 苏联那个时候已经称为 还是叫苏联 当时的总总统叶尔辛 叶尔辛的他女儿呢 叶尔辛的回忆录里面就有提到 这个崩叠的这个速度 因为他女儿很高兴啊 想说我们终于和西方国家握手言和了 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到国外去看看啊 我想要去国外旅游了嘛 对不对 他当然想先去西欧 结果呢 他也出门啦 出门要从俄罗斯跨向什么 西欧的时候他又什么回头了 又回家了 为什么 因为他带的那个卢布已经变成什么 不值钱啦 他要回家再去扛好几码袋啊 看到没有 就从莫斯科他家开到边界 他带出去的 他要带去shopping 的钱 已经没法买东西了 你就知道那个崩叠的速度之惊人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理解到 那当时苏联的科学家 他生活无以为继 那外国有什么 高兴什么聘请的话 那他当然就走了吧 对不对 好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老师刚讲的 大家高兴聘请俄罗斯的科学家 那是正常的什么 因为你是人才嘛 我聘请你嘛 这是正常的 一个大家觉得是合理的 那还有不合理的 这个国家的核生化武器 有没有可能 举例来讲 我也是军方的人 但是我好像也没达到西方国家认定的是很 很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呀 对不对 那我也要求生存啊 因为我的存款也变成没有用的纸啦 那我也要求生存啊 所以谁来跟我买 我想办法偷也什么 偷给你啊 对不对 所以什么当时就有很多什么 俄罗斯的一些东西什么 进到口部分的手里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甚至北韩 他虽然不是恐怖分子 但是什么啊 他也在那个时机点他也买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西方国家 甚至包括俄罗斯自己也一样啊 他们也很怕恐怖分子手中有什么啊 核生化武器啊 对不对 你这样子你处理不了他啦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你北约现在 所以同学注意看了没有 以前就是我的风险 我的敌人就是俄罗斯 所以是苏联 那现在还包括这一大堆 那我北约 还是坐那边不动吗 因为一开始成立的目的 我不能主动先去动啊 要一定别人来打我 我才能动啊 对不对 那你现在面临到的威胁 就这么多了 那你不动不行啊 对不对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看他怎么调整他的功能 好 好 谢谢大家